关于钱石森先生呢 那么他由于是近年刚刚去世 而且他的地位非常之重 对吧 在中国两单一星的攻勋榜上 他应该是顶级的人物 而且他回归从美国回归 确确实实是把中国的这个导弹 导弹的这个研制 还有航空航天的这个工程 他起到了一个奠基的作用 但我希望同学们要冷静的看待 这个人的回归 我们看到很多报纸上提到 说钱学森先生是爱新中国 要回归 结果美国人不让 有人说什么枪毙了 他也不能让他回去 他一个人盯五个师 然后把他困住五年 最后还有人声称是 中国人来拿朝鲜战争当中的 美国妇老患的 反正这种各种说法很多 我不想做任何的对他本人的这个评价 我想告诉你这个说法是假的 也就是美国不会这样去控制他 不许他回来 一个很简单的但是很真实的东西是 钱学森因为曾经参加过美国共产党 而被美国驱逐出境了 明白吗 他是被美国驱逐出境的 但为什么五年不让他走呢 因为他参与过美国顶级科研的研究 需要 就属于那种解密期需要五年 五年解密期一到立刻走人 他想呆都呆不下去了 这是他被迫回归祖国 并且终生不再踏入美国的一个重要理由 他晚年有机会去美国 但是他拒绝 因为美国人确实伤他的心了 你们学世界史上应该知道一个很重要的 在美国的这种冷战初期被认为是一个 今天被美国认为是一个国耻的东西 叫麦卡锡主义 听说过这词吗 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在四十年代末 五十年代初的时候 一场大规模的迫害共产党和亲共人士的这样一次 一个一场文化大革命 美国历史上也有这么一小段时间 一个叫麦卡锡的美国参议员 曾经提出很多议案 说政府里很多人都是共产党 而在那会儿大家知道美苏争霸刚刚开始 对吧 冷战刚刚开始 所以美国人心中有一种本能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而钱学森正是被麦卡锡主义迫害而离开美国 所以我们我不想说他有什么个人的污点 那些咱们单说 但是